第四集 第四集 一開始就馬上介紹了 算是新出 也有上星期 Blue Destiny 也是上星期 Blue Destiny 1號機 不好意思,我散了SENSEN 大家聽到有重音 如果大家有玩開世家SATURN 三隻碟 都是他媽的爽 第一隻碟,正正就是 1號機 我反而是PS1打G generation 先認識這套作品 我可不可以介紹一下故事 都是悲劇 大家知道它是AI 是嗎? AI有關 我好像有打過SATURN 怎說好呢 本身其實 真是說這個 exam系統 都是由這個 聯邦軍的 博士 研發後 偷渡至趙軍 還是調轉了呢? 因為生人女少女是趙虎那邊 對 只有趙虎 還要混合幾個仔 沒有幾個 兩件 如果大家有玩開SATURN 我覺得最地獄是第二隻碟 第二隻碟 最美的版是超級他媽的 夠極的銀打 我忘了如何把他趕掉 第一隻碟和第三隻碟都輕鬆過關 不知道會否延起大家當年玩SATURN的感覺 我看到這隻碟是絕對延起了 因為他本身絕對是跟隨大學員老師的設計 所以是ENEMY這個系列 這個系列 這個機設也是大學員的? 是 所以你看到側面的招牌角度 其實最初的原稿就是大學員老師 是跟六吉的 你忽然間是否在弄一些光圈 是 我回答你不來 有錯的請更正 因為他自己在轉來轉去 這個就回答 不過舊漫畫好過新漫畫 是嗎? 就師兄說舊漫畫好過新漫畫 如果你說喜歡 對於武士道有追求 你就自然喜歡這個 伊佛利特改 和二號機 當然故事 你真的可以追回漫畫 因為台版有出有中文字 所以你要了解整個故事 更加多的資節 因為他裏面加插了進馬隊等等 舊漫畫和新漫畫有甚麼分別 我反而沒有留意什麼舊漫畫 假設你看到0083 現在有新漫畫 加了很多轉機 漫畫只有0083 沒有舊漫畫 沒有舊漫畫 真的可以了 顧著吹噓停止 看到裏面 基本上要純粹說這個ANEMY來說 它的配件是不算多的 不過 你基本上有買開之前的Series的話 你想怎樣配搭都可以 所以夠砌有得 開一開看看 它本身的成形式是怎樣 究竟這隻的質素是怎樣 我站好一點 小腿很漂亮 我已經看到小腿的排氣候很漂亮 這個顏色比我預期… 是否較? 真的較? 我想寶寶用這個字 但比我預期是… 但說真的 做少少舊化便可以了 做少少深線便可以了 我覺得這個顏色比較少 相比那隻 他最慘的設定稿 真的沒有顏色 他真是跟蹤ANEMY 謝謝Richard 謝謝Richard 每星期全球港人最期待的節目 甚麼甚麼 Richard宋師兄說 滿貴AV加油 每星期全球港人最期待的節目 嘩 嘩 再穿大一點 謝謝 其實轉了一個圈 你會看到外形來說 我是覺得沒甚麼挑剔的 重點 我一開盒 最吸引我的地方 頭 簡單說是對眼 你會看到它是跟當時的吉武頭 有兩個攝影機的處理方法 有個觀眾說可否夾陷 他自己的 因為我們今天不是有iPhone 所以有少許問題 不好意思 確實是蒼白了 對 這個也順眼一點 剛剛真的很爆 好 當然 你說玩Robot One 都已經預計了讓我喪樓 在未介紹其他PASS之前 看看它的可動性是怎樣 向上 沒有問題 不如我可以小心 向下 其實你會看到它的頸部 可以拉長一點 它後面枕上開了一個緩門 這個挺有趣的 你可以看到它的後面枕 是零零細細的一個位置 算不算是關節呢 都可以這樣說 看看能否展現得到 因為它的鏡頭是哪個位置 小心 只想拉一下它的頭 看看它的前臂 喂 在桌面畫臭一點 放在桌面嗎 就不用追得那麼厲害 我們被人全聚下去 我覺得這張桌面很瘦 所以我在旁邊 它其實是一個分件 不是有甚麼特別的關節 其實是靠這個凹位 令到它的頭部正常一點 它是偷位的 你看到其實剛才凹進去 現在又凸出來 所以這個設計真的不錯 你以為它不是向上側的幅度 是有限制的 不是的 它這個組件會縮進去 所以是不錯的 謝謝Ricky 好 繼續 其實它有多少組件 與08小隊的MS共用 我有沒有特別比較 你看到整組肩的關節 是零零細細設計的 一個側位 令它可做了很多的事 而在後方看 你會看到它的側位設計 可以前後動 胸口跟之前的高达及吉姆也有内摺的关节 变成手可以摺到另一边的胸口位 这次的观景器真的加分了 平时会这样做? 对,因为它有两个摄影机 平时吉姆是一块线板 效果比较漂亮 腰部,当然了 前后的幅度不算很大 但也有比例 因为真的很粗弱 左右也是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腰部的设计 相对会取得比较多空间 胸部和腰部的空间不算太多 便会有少少限制 左右当然没问题 其实揭开裙甲 这次后面是不能动的 大腿这么有趣 我刚才想说 你会看到 大腿的设计是向前 有一截是转的 这个设计挺有趣 当然了 你说对接的话 变成后面的套进去的位置 刚刚好接着这个脚架 变成了很完美的 呈现这个对接功能 当然前面这个 我都称为膝盖关节 相对方了少少 可动性完全不用担心 多谢Chris将帮我们补充了很多资料 谢谢Chris 关于旧盲碗和新盲碗分别 正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新盲碗是这几年出 到第十册出卖 已经出卖exem 2和3号多了 是的 已经在对决 看到他其实这个 前护脚的装甲 很有趣 只是靠一边的波柱 反而令到他除了可以上下动 之外 左右的移动的阔度也挺大 当然了 最精彩就是他这个 脚掌 你会看到 他裂得很漂亮 有感觉的可动性 有些 有些 有些心忌的落差 所以变成整个 可动 你用来玩的话 也要赞Bandau这些 robot 1的系列 它的关节的松紧度 初初买的时候 是非常舒服的 玩得 是初初买的时候 他的胶有点缩 它会自动 所以变成会松 是的 所以要玩 趁这段时间路玩 便是对的 我也没有留意 好 即是上工 反而我比较介意 就是放久了 这些位置会变色 譬如拳头和手 会变色 因为拳头是软胶的 很奇怪 它会变色 某些机体就蛮外眼 以前的窩窩是很严重的 是的 有几个是比较角眼 不是每个都会变色 不是每个都会变色 这个是吉姆 这个也算是吉姆 算不算 本来是六高 那是六高 因为要安装试试系统 头不够容量 用了吉姆的头 其实它应该当是高打 机身是高打 否则承受不了试试 要求驾驶员的动作 是的 琪云师兄不好意思 今天我们的iPhone 不存在 就转了奇葩电话 哪个叫 琪云 是否就是 所以颜色有点怪怪的 这个玩具人的 第2、第1呢 不记得了 好了 换了头 其实感觉已经完全不同了 便会触碰到这个exem系统 插一下工具 还挺好的 可能我认为要更多一个头 它有直接换件给你 我喜欢这支枪 吉头达身 我打Gundam Extreme 那支最真是这支枪 不断走一路 要打你 要打你 要去跳舞 它可以禁止了你的锁 今天画面是很爆光 不是少少爆光 不是支弹吗 算了 好有一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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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水 无可否认 但看上去 我觉得舒服之余 其实 如主席所说 你便拿它 浸完线之后 烧光 如果有多一些 吉武系 或者联邦系 的水贴 加上去 完全没有输 没关系 没关系 对 也有关系 但刚刚关人进来 已经有关系 有关系 他会 这支枪会 试试 试试 只是队长会否更好 好 先玩这个 这招反而 玩GVG 就相对难使用 是什么力 可以解释一下 放了之后才会 对 一定是放一步 但你懂得打的 也挺难做 这个是艾美神飛弹的 对 本身就着 始终它也不是吉武 在BD-1的冰装 这个有线导弹 也是挺有趣 当时或往后 都比较少的机体 是用这种类型的装备 没有见过所有机 今天我们都没有见过飛弹 你问的是Ruber 1 还是什么产品 是什么 他问是有没有买GP02 文德哥 GP02 哦 那部其实价钱很吸引 我本身也有看过一些 榜上的介绍 原来出了吗 订了 但据闻好像新闻 始终你连试板都给KOL 在不上色的情况下 其实很吸引 特别是银色骨架 金色骨架 和你穿着灯来 闪下去 我不是太建议 一些不是授权的产品 它是1比72 100 满足你几个愿望 大家观望它价钱想入手 我个人是推介的 因为本身大家都看到 无论可动性和造型 它都得到几高的分数 加上本身就住 如果大家有追开BD1的朋友 他要的东西全都给你了 所以价钱方面会有些调整 如果大家在心理关口有一个数据 你就调整这个数据 它去到那个位置便出手 我真的要说的就是这么多 祝大家好运 其他东西都是正常东西 两种色的粉色火焰 也挺有趣的 本身蓝色主要是放背部的主引擎 其他东西怎么玩 基本上都无所谓 好了 先玩下去吧 下一款吧 稍后见